市立图书馆全国首创便利商店还书服务 从2月4号开始全台将近3000个据点 都能够提供读者就近还书 对于平常忙碌的市民朋友或是上班族来说 是一项十分贴心又方便的服务 便利超商服务包裸万项 现在就连图书馆借的书在这里也可以还 市立图书馆全国首创结合超商门市 将原本还书的服务据点 从现在的72个扩增到将近3000个 方便有需求的读者可以就近还书 不管时间24小时都可以把你借的书 就近在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还 其实它的可贵之处还不是只有说在家里附近 因为这个服务是扩大到全台湾各县市的便利商店的门市 换句话说我们达成了一项 我们一直在激起推动的一个目标 我们鼓励民众多读书 甚至可以带着书去旅行 而当他带书去旅行的时候 在旅途过程当中 他书读完了 就可以就近在他所下榻的地方 全家便利商店把他书就还了 借由潮商里的电子机台依序操作电道店服务 点选图书馆寄件 接着按下台北市立图书馆选项 然后只要输入姓名及电话 就能够列印包裹总金额45元 最多可以寄5本书 列印缴费单之后 最后再到柜台结帐 整个还书的流程真的非常的简单 就是只要你在台北市立图书馆借着书 在到期日以前 到期日以前就是说 那一天的23点59分 23点59分 你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全家便利商店 那选择还书 那还书所要key的栏位 真的非常简单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逻辑就是 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它其实只要key两个栏位 第一个就是你的名字 一定不会忘记 还有你的电话 然后把它包好 到柜台交际就可以完成了 民众要还的书可以自行包装好 或者是向超商购买便利袋便利箱 从2月4号开始 这项全国首创便利商店还书的服务 在全台将近3000个据点上路 让平常忙碌的市民朋友及上班族 还书可以更加及时便利 中家的协议一如蔡博导